幹嘛 什麼啦 現在完全穿不上 變太胖了 喂 你這連我都穿不上吧 對 我一年前穿的上去 對 現在完全沒辦法 沒事 沒事 我有一個非常厲害的 整體大學生 哎呦 運動的大學生 哎呦 教我 教我 一定要教我 很簡單 只要把頭左右左右左右 這樣轉就好了 這樣子可以嗎 這樣子會變瘦嗎 可以 你看 示範給你看 如果有人餵你食物的時候 在這邊 你就往那邊轉 在這邊 你就往那邊轉 一直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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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到那個人離開 這樣就對了 OK 你是不是很直接 加油 你會加油的 我快要變瘦了嗎 嘿 你是不是還坐著 上班很累 但是也要站起來動一動啊 很多人 為了肥胖啊 減肥的事情在困擾 其實說實在的 肥胖不是罪 但是呢 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就不太好了 有些人呢 怎麼吃都吃不胖 有些人 連喝口水都會胖 所以今天 我們請到幾位 特別來賓來分享 他們為了減肥 做出哪些荒唐的事呢 他們到底怎麼了 歡迎 謝謝 在這裡 怎麼了 不是啦 露西太離去 你們好擠喔 太過分了吧 沒有啦 開玩笑 我自己是真的來上這一集 想說有一點不好意思 因為我算是 長期抗戰型的減肥 這一輩子都還沒有到 真的達正過 是喔 我從小學三年級 沒有成功過 對 沒成功過 從小學三年級以來 就一直是那一種 比較有肉的男生 然後就這樣一路到了現在 直到之前要出道前 都還會被家人就是 嚴厲的責備說 你這樣子是沒有辦法當歌手的這樣 但我覺得你現在臉 好像有比較消耐 因為最近比大家繁忙嘛 然後就是會比較多勞動 然後就身材比較健康一些 但是我真的是很難 那你現在的體重跟之前比 有比較低 有比較低 我現在差不多就是七十出頭 可是我覺得今天你穿錯顏色 因為整個沙巴好像都是 對 每次來都會穿錯顏色 對啊 你要像我這樣 穿有點層次的 我跟你說 你試試看 怎麼會有 你出招啊 哇塞 你不需要選肥吧 給我們看一下 生氣 你剛剛說阿姨 沒有 姐姐 漂亮姐姐啦 我跟你講 真的 她的外套我穿剛剛好 對 就是要這樣穿 穿穿看比較瘦一點 你為什麼穿得上去啊 對啊 你穿得很剛好 而且我剛剛看鏡頭 我發現我今天很特別腫 沒有啦 還好 昨天有吃麥當勞當宵 謝謝 還怪麥當勞 剛剛叫我阿姨的那個 你今天是來騙通告的吧 你憑什麼來這一集啊 你瘦成這個樣子 沒有 我講真的 哪裡胖嘛 你有胖過嗎 就是我也是每次說 我胖了 我胖 大家就說屁啦 對啊 坐坐 講床 對啊 真的 就是那種 大家都以為我是那種 美少女那種 今天好像胖了那一種 不是 不是 我三十二歲之前啊 我都是那種人 她就說 你今天氣色怎麼看起來這麼好 我說對啊 因為我今天吃鹹酥雞 好過剩喔 太囂張了 這種人都引起公正 太囂張了 而且我印象中 她從出道到現在都這麼瘦 對啊 所以你有什麼好 但是我大概過三十二 開始接近三十五之後 我開始發現 像我這種以前以為自己吃不胖 或是標準身材的 最容易已經忽略了 因為我是臉跟手不會胖 所以我都看起來 永遠好像瘦瘦 可是我就是會胖這一段 我不信 哪裡有看 我不看 我最近有很認真減肥 所以最近還好 哎唷 明明就很好 那個線條都保持得很好 我每天就這樣 我剛剛才去健身啊 早上才去 我都健身到骨質素商 你今天不准 真的耶 真的耶 真的是這一集 有你的存在 實在是很說不過去 但我還是有在維持 因為男生真的 腰這邊很容易 這一塊是最難最難受的 完美主義啦 對 我就是希望說 我穿那個比基尼的時候 比基尼應該不用你穿 有需要到你穿嗎 你的編頭都不要露出來啊 對啊 那小潔你 我覺得你比之前更瘦了耶 所以 完全不像剛生完小孩的樣子 我跟你講我之前生小孩的時候 碰到87公斤 蛤 你有這個過程 87 女生87是很厲害的耶 很厲害 經國英雄登記的 而且你都沒有什麼橘皮什麼的耶 我跟你講 你知道我老公已經沒有求生 遇到我87公斤的時候 他說老婆 你比我重了你知道嗎 他應該也是很 無求生欲耶 那你是花了多久的時間瘦回來的 我卸完貨 就是我頂 最頂尖的時候是87 我卸完貨還有82 然後我卸完貨之後到瘦到 瘦了三十幾公斤的時間 是大概七八 七個月左右 好那我們今天進入主題之前呢 先完成你們的任務 你們是不是要宣傳一下 你們的節目 我覺得有個重點就是我會變瘦啊 一定要有情緒波動 這到底是真的 對啊 因為戀愛的時候你就很想要 給對方完美的一面 因為晚上會脫衣服嘛 總是 坦承相見 坦承相見 我已經很久 不知道這是什麼 真的 真的 我們有點難過 我們這有戀愛博士 他等一下可以 就是稍微你知道 讓你有那個激動感 還是你這個戀愛實境秀的節目 找我去嗎 拜託要耶 我們裡面很多帥哥 所以這個是我們跟Sandy 溫妮還有拍拍一起主持的 蒙寵明星出來玩 戀愛記這樣 沒錯 戀愛實境秀 我覺得因為我自己看很多 韓國日本的戀愛實境秀 我自己很追求那個 戀愛的激動感 我覺得真的是台灣拍得最好的 那為什麼叫蒙寵啊 嘉賓每個人都帶自己一個寵物 讓他們破冰 打開畫夾子 我覺得寵物很妙喔 就是你可以 因為寵物開始破冰 就是說狗狗好可愛 貓貓很可愛 可是反過來你也可以看到 那個人的真實的性格 他怎麼對待寵物 可能就是未來他怎麼對待 你們一起生的小孩 或是他的生活習慣好不好 從寵物身上也看得到 對 像是有看他們的其中一集 那個來賓在海邊 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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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尺度這麼大 每節目是幾點播出啊 對 我一定要講 我覺得他們這一次的這個選角 真的很厲害 大家都包得緊緊的在認識 這他叫什麼名字 叫Lucky這樣 直到海灘那一集 是所有人都跌破眼鏡 每一個人的身材都超好 那你本來是想參加的 每個禮拜一集播出 可是就是我們每個禮拜三 在YT晚上九點播出 目前是在YT 然後十月開始之後呢 在TVS也 十月六號開始 也會在晚上播出 然後Netflix也在十月會上 沒錯 大家都可以好好支持一下 真的是很好看的事情 然後戀愛的感覺 要看紅蟲明星出來 真的 戀愛記來囉 戀愛真的會是有減肥的動物 有 真的會啊